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蟋蟀博 這次要帶給大家的是 看探員監管 洛頓坎貝爾 相信各位看到官方的宣傳影片 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 就讓阿伯我來教各位怎麼玩吧 不過在開始之前 我必須說這隻監管 強到我很喜歡 首先被動特質跟第一招 是可以共同介紹的 不用看得太頭痛 阿伯讓你一分鐘內清楚了解 不穩定區域 磁性傳導 牽引 都是第一招技能共存的特質 為了方便教學 我們把不穩定區域稱為裂痕 當你丟出耗子插在牆上 會以耗子的中心點左右擴散開裂痕 最多擴散出左右合計15米的範圍 而這裂痕可以存在15秒 這時候把耗子衝回來 或者往耗子飛過去再收回來 會看到牆面上的裂痕會有震動 如果有求生者在震動範圍內 會受到0.5也就是1 4分之1的傷害 但是要記住以下細節 耗子丟到人不會有傷害 耗子首次丟到牆 只會產生裂痕不會有傷害 要有裂痕之後 再丟耗子插在有裂痕的牆上 才會瞬間產生傷害 又或者開滿技能 獲得蓄力丟耗子的能力 蓄滿力了 才能無論丟哪面牆 都能瞬間產生傷害 而往耗子飛過去收回的傷害 會稍微延遲一些才會產生傷害 再來是第一招技能CD的時間 丟出去的耗子最多查在牆上10秒 監管0耗子超出60米 也會自動收回耗子 耗子收回之後CD6秒 如果沒有丟到牆壁收回 只有CD3秒 介紹完第一招 再也就是第二招 磁性轉化 我們把磁性轉化稱為石頭 這個技能可以在監管中心60米內都能放出 放完走超出60米一樣會存在不會消失 存在時間為30秒 CD時間為25秒 可以不間斷使用 甚至還有5秒可以同時存在兩個的操作 然後把耗子往石頭連接的牆壁丟 會有傷害 如果沒有往石頭連接的牆壁丟 是不會有傷害的 而耗子不管丟哪一面牆 只要收回耗子的瞬間 石頭連接的牆壁都會產生傷害 再來是第二招介紹裡沒有提到的細節 石頭會以耗子的距離產生傷害 並不會跟耗子收回的瞬間同時產生傷害 是近遠距離性的產生 當然 如果耗子離石頭非常的近 收回幾乎是可以同時造成傷害的 最後第三招一觸即發 這滿接技能非常簡單的力量 就是獲得可以蓄力丟耗子的能力 交完所有技能之後 再也就是如何玩好這隻監管子啦 初期追了很簡單 開局先用耗子趕路找人 追擊過程看求生想走哪個交互點 直接丟過去堵路給傷害 如果求生不想被丟就會被逼著轉向 就更容易直接補上一刀 最後配上閃線60秒內一個求生 也不怕求生用技能拉開距離 耗子最高能直接丟出至少40米的距離 丟不好也沒關係 因為3秒或6秒只能飛一次 而第二招這顆石頭 操作性質高到千變萬化 可以用在多複雜的地形 例如廢墟就是很好的範例 求生鑽來鑽去很麻煩 直接給上一顆石頭 想躲就能直接炸到他 又或者掛椅的時候放上一顆石頭 直救人未來了 直接補上兩次傷害 雖然不好薄裕打出震射 但絕對比每個監管都來的穩定能給到傷害 也非常好打針對 再來另一個噁心的操作 無間斷性的可以使用這個技能 可以選擇手椅或追人的時候 直接把石頭丟在有人修的機子上 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炸出傷害 讓修機的人錯愕該不該修 修了又無法防範突然來的傷害 就算開黑 也非常考驗被追的人 告知修機的反應速度 遇上強的求生 不能保證能打到他傷害 但絕對能干擾到他修機的時間 講白了 根本就是學紀錄員嘛 最後開滿技能 根本就是放飛自我 求生除了有高低差拯救自己 否則跑個交互點 這耗子一丟 沒插刀也沒遛到 半條血就沒了 好啦 教學就到這邊 再來就是結論 相信各位看到這邊 都會覺得監管時代要來了 求生要慘了 不會溜怎麼辦 別緊張 現在只是共演服 相信他在上排位之前 一定會被削個一兩刀 再被熟練的玩家玩到 再被削個一兩刀 沒多久就會像歌劇一樣慘兮兮的 所以新生們別害怕 頂多等他被削慘了 你們再上線打排位就好囉 雖然我個人是很喜歡這支監管 顏值 技能特效 打擊感都很棒 但這麼強的監管者 歷年來有哪隻不被削慘的呢 所以純屬T級呢 也都只看官方如何組織 畢竟求生才是第五個乾兒子們呀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BYE